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 召开记者会表示 选委会已经成立四支选举竞选运动执法队来监督候选人在14天竞选期内的活动 这符合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第27B条文 他强调 在这段期间 如果发现任何负面或违规的竞选宣传品 选举竞选运动执法队将有权充公 阿兹哈·哈伦还说 选委会也委任了80名来自14个机构的观察员监督补选程序 包括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 以及符合资格的人士 预料金马利国席的补选成绩会在18号晚上10点前公布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